指导国中田径队超过30多年的雄心教练 日前不小心从楼梯上滑倒 整个人往后仰撞到水沟盖 紧急送医治疗后 没想到竟然出现手脚麻木无法行走的状况 最后转院检查后 发现他罹患了后纵韧带骨化症 幸好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复健后 才让他重新恢复行走能力 努力做着复健动作 在台中大甲指导国中田径队超过30多年的雄心教练 日前不小心从楼梯上滑倒 整个人往后仰撞到水沟盖 造成头部撕裂伤送医 没想到缝合后竟出现手脚麻木 一度无法行走的状况 最后转院检查才发现 罹患后纵韧带骨化症 平常只觉得脖子很紧 那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情形 也没有去看医生 只是觉得脖子有问题 但这次的伤害才让我发现说 我有这么严重的后颈嫩带钙化的状况 因为他本身有后纵韧带骨化症 造成他的脊髓腔比一般人要狭窄 那如果这个样子还有在受伤 那相对来讲等于是他的脊髓腔瘦伤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他等于是说他造成的症状就会比较严重 后纵韧带骨化症通常跟遗传有关亚洲人比欧美人严重 有东亚隐形杀手之称 罹患该病的患者跌倒后 造成四肢瘫痪的几率比一般人高 初期症状会有颈部紧绷 酸痛不容易被察觉 如果病情逐渐严重而压迫到颈部脊髓 才会出现四肢无力躯干紧绷感 最严重的恐怕会全身瘫痪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 都是因为经过一个外伤 或是说有想到说一般天然体检 他才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等于是说 基本上我就觉得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 他就不知道自己有了或是在鼓化的问题 有空我就请我你把手机给我 我们有一个群组 就在里面鼓励孩子 孩子也会在里面鼓励我 就大家互相鼓励 目前雄性教练经过治疗后 已经逐渐回复行走能力 并积极复健当中 而他也和学生们约好 要赶快好起来 早日回到学校陪学生练习 继续征战各项比赛 介绍伯瀚台中餐游报道